本地空气素质上午恶化 三个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在上午10点突破了100点 达到不健康水平 环境局表示预料未来两天还会出现烟霾 本地空气污染指数 在上午11点一度达到107点 属于不健康水平 不过午后污染指数逐步的下降 在傍晚6点指数是92点 属于中等水平 环境局说 苏门达腊岛侦测到了近400个火点 预料未来几天火点和烟霾情况不会改善 邻国马来西亚也受到影响 截至上午10点 马来半岛西海岸有12个城市 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 包括了吉隆坡 雪兰俄州和槟城等都受影响